吃了那個 試飯以後 我覺得非常厚點 你們聽到這句話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後悔沒有早一點吃 為什麼 因為我的小孩子 他是研究所畢業 可是後來很不幸 這個地方長遠 發現是不好的 我很著急 我真的 要哭都哭不出來 沒有眼淚我不曉得說 我對自己很有知心 我說我做這麼多好事 我小孩子竟然會這樣 因為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我的家庭 我今天是大學教授 我自己是小學老師 我大學是那個美國的那個博士 也現在美國的大學教授 我的小孩子都很舒服 就是這個老妖 他這裡長的我好多東西 開刀有刺 後來我這一位 我那個大師 我的傷心 他有一天 我們好幾年沒有聯絡了 他打個電話給我說 我們現在大家年齡都大了 我們來告訴你一個 那個健康食品很好的東西 很奇怪 年齡之中好像是 不曉得誰請他來的 我沒有懷疑 我就說好 什麼時候有空 我就真的找到公司 馬上參加 一加三 然後我就拿回去給我的小孩 在這裡之前 我的小孩子 我那個時候是參加那個 鵬河賣 鵬河賣 我參加的時候 我很認真買 一下買了好幾萬 買了以後 我小孩子回來 那個都要冰 很麻煩 他一回來 我就要趕快倒一杯 他冰快點 拜託你把他冰下去 因為他已經有狀況了 我就拜託他喝 但是這樣沒接 你知道嗎 後來我跟他講 失敗以後 他上網查一查 我說那你要不要吃 他說好 結果那個 失敗是非常的方便 他可以隨時 帶在他的那個包包裡面 然後呢 他現在就有在吃 醫生檢查的結果說 進步很多 雖然是還沒有完全那個 但是我就很有信心 我就認定說 你那個釋放真的是很好 我不懷疑他 所以呢 我的小孩子吃了這個以後 接著我吃 我先生也吃 我媳婦 我兒子 現在還有一個在美國的 我打電話給他 他說他一直過敏 他五月份要回來訪談 跟演講 我就跟他講說 你回來的時候 我再給你吃那個 那個 世霸 他還是在懷疑 但是我有信心說服他 因為當老師什麼不好 什麼沒有就是會講話 所以我一定會說服他 那第二件事情 比較神奇的就是我 我退休以後 雖然是很忙 但是我都在多難 生了一場大便以後 那個時候我沒有吃 還不知道七八 那在去年的12月29號 我騎摩托車 忽然這樣子跌倒 我這個手衰斷了 我這個手衰斷以後 我就住院四天 醫生在那裡 我不好意思不吃藥 但是我是在吃世霸 他在那裡 一護士拿來的事 可以叫我吃 我不好意思 我退院你出院以後 我就一直吃世霸 當我的那個 一個多月以後 石膏拿下來 這整個手都不能動 全部都習慣性的這樣子 然後呢 全部都腫起來 那我想說 那時候我開始懷疑四半 很奇怪 說不是很好嗎 那為什麼我的手 吃了什麼 會腫的這個樣子 結果很奇怪 我想說 要有耐心一點 雖然是很神奇 有的時候 也是要看我的身體狀況 結果 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以後 有一天早上 我起來的時候 我一看我的手 怎麼忽然恢復我 原來都這樣子 後來我這樣慢慢的 就可以拉到這邊 現在呢 我可以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不是在賣膏藥 也不是在做什麼 做什麼假的見證 不是臨死來 才叫我上來 那我 告訴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都相信 所以呢 我覺得 令那個 世霸 真的是很好 它不會 只要你有信心 它不會辜負我們的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在世霸的領域裡 有你也有我 謝謝